当羊宠建成风尚 宠物产业在全球的急速升温已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亚洲屈指可数的羊宠大国 日本成为众多宠物用品商家的必争之地 接力亚马逊异军突起的霍曼科技 就是其中一家 广州 霍曼科技本部 和无数写字楼里的公司不同 霍曼科技是一家有七个吉祥物的宠物智能产品公司 我们最早的四位就是金银花旦 大家 我是霍曼科技的创始人刘坤 最自豪我觉得应该还是这个烘干箱吧 我们的烘干箱进入日本市场 也是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 就排到了行业第一 日本市场确实 我们要再加大一点投入 尤其是在加瑞亚马逊之后 发现这个市场的一个增长还是很炫猛 让我们感觉到就是我们公司在海外 还大有可为 Wil 霍曼科技跨境电商运营经理 面对今年的亚马逊Prime会员日 他毫不掩盖自己信心十足的理由 我是从去年开始就期待这款机器的上线的 刚好这个产品它又是属于夏季的产品 在Planet是最好打造的 今天是拍摄日 主角不是他 而是他 让温游信心满满的必杀绝技 新一代礼貌器 不过 新礼貌器虽然舒服 也不能让主子们免费出镜 奖赏是必须的 从客户了解这个产品的角度 你一个视频广告肯定是更利于去讲解你这个产品 把我们这个产品概念讲得比较清楚 后来发现我们的SBV广告居然是我们表现最好的一个广告 但是当Will胸有成竹地爆出备货数量时 刘总的回答却令他大跌眼镜 礼貌器我们备的是两千毯 我真的觉得这个量太保守了 至少有一个再扩一倍的备货的量 产品本身我觉得是特别有信心的 通过视频 图片 还有包括跟达人的合作去充分地传达 把这个事情解决 我觉得你这个量不是两倍的问题 可能就是十倍 我们两天要做到去年黑五一周的量 这个难度对我来说已经是超级有挑战的一个任务 使命在身 水手们遇浪前行 Will带领团队全力备战亚马逊Prime会员日 并在广告创意方面持续加厉 先把预算啊 这些都先调上去 礼貌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就是准备放上去看一下 预览整体的效果怎么样 要敢团队在这种内一定要把它搞出来 正当团队股满风帆叙事待发时 Will突然收到一条来自产品经理的消息 新一代礼貌器日本站点暂停上线 虽然其他站点不受影响 但日本站的分量举足轻重 这让他们的销售目标压力斗增 这个新品就是今年我们宽带为数不多的新品 如果是这样子 那我今年又是能超老的办法 虽然这是个小问题 但是卖出去 你是不是对这些用户是不负责任的 今年也上线了海外的线上客 其实用户跟我们的沟通还是很顺畅的 就是如果真的有问题 我们能不能通过克服这个角度去给它解决 我觉得不要去做这个事情了 就是有问题我们把它解决掉再去销售 错过了就是一个Prime Day 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已经这样定了 你们自己市场不去调整 它其实就是里面那个硅胶厚度 薄了可能0.01毫米 有一定的概率会产生蚊子一样的嗡嗡的声音 就需要一个改模的时间 事发突然 Will和他的团队们该如何应对 欲错欲用是专业水手的必备素养 团队重整旗鼓 迅速调整方向 Prime Day我们就是干嘛 再补个打击 OK了 OK了 好 谢谢 收工 红干香的推广视频拍摄任务顺风顺水 完美收工 既迎称霍曼科技海外KOL运营 他明白要在新一代理毛器无源上限的前提下达成目标 必须开拓思路获取更多流量 就是他讲到这个直播的活动啊 这个还挺新的 要不要尝试一下呢 就他们其实写的方案还蛮具体的 这个明星的出场费其实也挺高的 可能人民币得有个百万吗 是百万 对 这个还要给我足够的信心 我想能做这个决定 而且我这个事情还得通过老板去做拍吧 单场百万级费用投入的直播 即使在国内都少有人尝试 平心而论 做这样的决策需要胆略 更需要智慧 一张一池 文武之道 为了缓解小伙伴们紧绷的情绪 资深户外玩家刘总决定组织一场特种兵式的徒步团建 这难度有点高啊 还有多久啊 我跟你说才走十几分钟 我们这个徒步难度是属于什么级别的 才一半 这是属于绣型 快出西瓜了过来 在日本这边想搞一场直播 然后这次投入可能预算有点大 可能要接近一百万 这么多 对 因为这一次我们是想找单地的女性 虽然尝试成本略高 但公司上下都觉得 这次日本站首次站外直播 值得一试 然而与日方的谈判过程并不顺利 双方就直播时长等问题僵持不下 第一个 这个一小时是底线 我们不会换 现在我们正在给这个亚马逊的活动做预热 我们就引入了很多流量的了 那你还要再减我的时间 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如果真的谈不下来是你的会员能取消的 谈不下来就取消了 比我预想中的困难的多了 真的是超出了我以前的任何一个项目 我以前从来不发火的 我昨天直接骂他 我说那你脑子进水了 我作为我主要推进这个项目的人 我在知道这个项目 目前结果就有这个风险的时候 我如果不去争取这个资源 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沟通过程中可能也开了八九轮会吧 就其实一直在磨一些 我们觉得不能让步 但对方又觉得 在日本市场不合适的一些东西 最后超哥都是 在每一次谈判的过程中 他都把这东西往我们想要 想要那个方向去努力去做了 我们不回头 没有回头 因为确实今年我们的 在站内的广告投入 包括站外的一些社媒活动的一些打法 要怎么配合 这个其实还是要去探索的 亚马逊Prime会员人要扛的事 可不止直播这一件 Will急忙请来救兵 亚马逊广告资深卖家讲师吴凡 为团队一一解惑 第一个非常不建议就是说 用一套视频广告去打所有的这种 那我肯定是要根据静音的效果 去做一套视频 这是一个特点 要给你个建议 就报最低的那个秒杀数量 后面再去加 对 因为秒杀它是随时可以去增加库存的 假如说我预估一天能卖300个 那我可能先让他秒杀先报50个 比如说他差不多出了50单 把库存再增加到100个 我们今年看一下那个秒杀时间段 如果是说合适的话 我们确实得安排人盯着 对 开始感谢老师 没事没事 与亚马逊广告资深卖家讲师的一席谈话 让Will的内心敞亮不少 下一步 他们真的能打赢亚马逊Prime会员日这一仗吗 到了今天 其实大家在Funday这个项目上 已经忙了接近整整就一个月了 尤其是日本的预热 我感觉是还是效果是特别好 虽然提了一个几乎是impossible的那个任务 有没有信息 有 我们就等11号 我们等庆功宴 好吗 好 现在还是乐观一点 然后执行的时候 大家把这个细节把控好 我们是不怕冒这个风险 怕的是什么 错过这个机会 经过霍曼科技小伙伴们半年的筹备 亚马逊Prime会员日终于到来 水手们火力全开 开始了 开始了 然而刚开场 就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意外的事 这个全都猜错了 真的是太令人 所以说如果这个品能下 你觉得我们有多大机会吗 美国Prime Day首当 李某七 李某七 他 那个一定要确认不能出错 那个出错 我觉得是最大问题了 多见多见 见多多 应该想要什么的 已经比去年黑五卖得还好 还不错 全球各站点好消息分治踏来 算是打响了头阵 但胜不足喜 Wayu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下午的直播 水手们静静守候在电脑前 有期待 有兴奋 也有忐忑不安 毕竟 与日本网红直播合作 是霍曼科技一次全新的冒险 然后评论区现在在说 那个狗狗现在已经习惯了 就看起来比较舒服 所以我们在PD有优惠 听到价格之后就说 觉得还是可以入手的感觉 已经这么多了 有 爆了已经 多少 现在已经来百多张了 现在已经有十张了 十多斤了 掌声和笑声说明了一切 流量大涨 产品大卖 首次试水站外直播 这步棋没有走错 有没有跟餐厅打电话 可不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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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了吗 因为上次要在结束呢 嘿嘿嘿 真可绝了 真的啊 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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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辛苦大家 这个直播打出士气来 这个是我要的东西 我已经无法让言语形容 随着直播的成功举办 亚马逊prime会员日日本站活动 也迎来尾声 Will在家中坚守最后一课 整体看了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四天的业绩 可能比去年黑五七天的秒杀还猛 我觉得算是我们团队 创造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 而且我们吸引了很多原本 对亚马逊这个平台不太了解的一些用户 来到亚马逊下达 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那接下来日本市场还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我们还需要去探索 嗨 大家好 您当时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 Honron Pay这个品牌 以及Joyver Class这个产品的 我听说朋友们使用 非常好 我听说朋友们 我也是欲望 然后在Amazon上検索 然后有个好看的影片 所以我也是欲望 所以我买了 这个是非常好看的 和日本用户的交谈 让Will更深切地体会到了 视频广告的作用 我们借助亚马逊迅速打开了一个日本的市场 这是我们一个走向海外市场最好的一个助推器 我们相信我们在亚马逊也是大有可为的 立足当下 心向未来 霍曼科技已经开启 这一步是全球化品牌梦想争成的第一步 水手计划 你是世界的主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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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对